新北市政府目前正在着手新建领口公益市地重化区 市长侯友宜亲自前往现场视察了解 并表示这项方案预计在民国111年的1月份可以完成重化 到时候除了可以充分提供产业的用地需求 同时增加新武泰等地区的就业机会 为因应领口地区大量的人口与产业进驻 新北市政府正着手新建领口公益市地重化区 领口公有市场新建工程 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特别前往视察 侯友宜表示领口公益完成重化后 将创造产业投资环境与众多就业机会 我们对未来要给我们的领口地区的市民有一个验警 那也要给产业有一个未来 所以我们要齐头顶尽 所以我们定的是111年要整个的施作玩意 其实现在最重要是三个单位就要同行协定 市议员蔡淑君指出 领母计划是有必要性施作的 避免一些养住户飘散或流出一些异味 造成环境影响 导致民众观感不佳 反而有失政府开发上的美意 市长表示工程施作方面 需先行与地方沟通 周遭的环境也需要找附近的畜牧业者协调 处理以改善当地环境品质 我觉得林牧计划是要做 那不然未来这边整个不管土地多大年纪 招商然后很多人庆祝 但是闻到这个味道 大概都市人还是没有办法 能够去接受的 我们的畜牧业 我们怎么样来跟他们 做一个好好的在环境卫生上 做一个好好的沟通跟学业都处理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在周遭的环境里面 是附带做考量的 侯市长指出领口工医重化案 拥有机场捷运系统 桃园国际航空城等三项区位优势 是未来新北科技产业重心 预计111年元月完成重化后 可充分提供产业用地需求 增加新武泰地区就业契机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领口采访报道